好,我们现在讲怎么样应用格林公式来求曲线积分 我们格林公式 说的是 我们这个一个B曲线上的积分 PXYDX加上QXYDY 或者说它写成这个B曲线上的积分 F.DR 它可以用一个double integral来算 这个D 偏Q,偏X,偏P,偏Y 然后DX,DY 当然它的条件有两个 它的条件是 第一个是L 是Simply Closed 就是它的简单B曲线 简单B曲线就是它自身没有焦点 然后 自身没有焦点的一个B曲线 然后它所围成的部分是一个是整个一块是个联通的区域 第二个是F具有一阶的连续偏导数 那么也就是说P和Q都有一阶的连续偏导数 那么也就是说P和Q都有一阶的连续偏导数 那么我们格林公式本身说的是一个B曲线上的积分 那我们怎么样把它应用的一般的曲线积分 事实上 我们所有的这种对这个vector field 就是对向量的这个曲线积分都可以用格林公式来求 那我们来看一下各种各样的情况它会有哪些情况 那么第一种情况是如果这个是我们说这个L是closed的 是B的而且F是continuous F没有起点 也就是说它的它是continuous的 然后是differentiable 而且又这是continuous 它的first derivative是continuous 就是满足所有格林公式的条件 它有continuous first derivative 它有continuous first derivative 它满足格林公式的所有条件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方法就是我们直接应用格林公式 这是第一种情况 那就是说你直接就满足格林公式的它的所有的条件 那么第二种情况是F L是closed F has singularities 在这个L里面 在L里面有 有singularity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做法是什么呢 我们是把这个起点挖掉 我们是把这个起点挖掉 怎么样挖掉起点 我们假如说这是我们的L 它是正向的 正向 对于一般的B曲型 简单B曲型 它的正向是这个我们是逆势正方向 那么我们假如说这有一个点是起点 它在这一点不连续或者是不可导 或者说它的一些导数是不连续的 那我们怎么挖呢 我们再给外面 再围绕这个点做一个圆 那我们考虑 那么考虑这个D是在这个小圆的外面 L的里面 小圆的外面 这样的一个D里面 在这个D里面 我们 我们就知道 如果我们把这个小圆叫做L2的话 那我们 我们可以 可以知道 这个 因为L本身是正向的 那么这个D的边界就是L和加L2 但是L2的方向是这样的方向 因为我们说沿这个曲线走的话 你要去区域的内部在你的左手边 所以L2的方向是 是顺时针的 那么 我们 整个D的边界 也就是说 然后我们D上面的积分 偏Q 偏X 减去偏P 偏Y DX DY 是这个L上的积分 加上L2的 负的L2的方向上的积分 P DX 加上Q DY 那么这是用格林公式 那么为什么是可以用了 我们知道这个区域不是单连通的 不是Simply collective 所以我们的做法 我们把它分解成两个 单连通的区域 我们看上面这个叫做第一下面这个叫做第二 那我们看第一和第二都是一个单连通的区域 因为第一这个方向 好 那么我们这样子过来 它的曲线这个方向 我们等于是加两条辅助线 实际上加了三道辅助线 啊 所以这样子看来 第一它就是一个单连通的区域 是Simply colective 第二也是 那么第二的方向 第二的边界 那么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 那么 然后沿着这条直线 它是这样子过来 沿着L2 它正好是这样子放下 然后这样子放下 这样子放下 那么在两条直线上 它的曲线积分是相互抵消掉 因为上面 在第一上面 它是 它是从左往右 而第二上面是从右往左 所以 这两个曲线积分 在这两条直线上的曲线积分相互抵消掉了 那么剩下的部分 剩下的部分 就实际上说 实际上因为 因为D上面的积分 偏Q偏X 减上偏P偏Y DX DY 它本身就是在第一上的积分 再加上在第二上面的积分 那么在第一上面 它 在第一上面 就是这个 它就是 它是单年通的区域嘛 那么在第二上面 如果我们把 其实把两条直线都加起来都可以 要仔细的讲的话 那我们就 可能需要花点时间 我们把 这两道直线 我们看用什么的颜色来画 嗯 我们把 嗯 我们把 左边的这道横线 我们记作L1 啊 中间L2 右边的这道横线 记作L3 那么 那么第一上面的积分 啊 我们先看 嗯 用格林公式吧 直接用格林公式 第一上面的 因为它是偏Q偏X减上偏P偏Y DX DY 它就应该是等于 我们是 呃 L上面的 我们把上面这一段 第一上面的 这个是叫做L正 D 嗯 这个叫做L负 第二的上面的 那我们就是 L 它是L正 再加上 啊 这是L3 啊 再加上 啊 这样子 嗯 因为L2是一个 在L2它得分上半部分 下半部分 L正加L3的正 再加上 L2的它的一个 顺势正方向 我们是负的L2 上半部分的负的L2 那么再加上 我们L1的积分 这是第一的边界 而第二的边界 偏Q 偏X 偏X 减去偏P 偏Y 好 DX DY 它就是在L的负下半部分 再 减 加上 好 L1的负的部分 反向 再加上 L2的下半部分的反向 再加上 好 再加上L3的反向 整个的积分 所以我们把第一和第二加起来 第一再加上第二的部分 所以我们看 L1的负向 L1的正向 L3的负向 L3的正向 所以就变成什么呢 L正和L正L负 这是L的积分 那么两个L2的负的 所以是加上负的L2的积分 好 P dx加上Q dy 所以这个结果 所以结果我们就知道 L的积分 P dx加上Q dy Y它就等于在D上面的积分 偏Q偏X减上偏P 偏Y dx dy 再减去负的L2的 P dx加上Q dy 因为L2它也是个B曲线 那么 这个负的方向 我们把它换成正的方向 我们把它换成正的方向 偏Q偏X减上偏P 偏Y 就是dx dy 再加上这个L2的正向 减分P dx加上Q dy 那么就是说 如果它内部有起点 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把它起点挖掉 我就是把 把这个包含7点的一个小的这个圆 我们整个把它扣掉 把它不要 然后应用我们一般的 应用这个 一般的这个应用隔离公式 然后我们可以应用隔离公式 那么第三种情形是L是open的 就是L是开的 那我们通过的方法是什么呢 我们加这个辅助线 把它变成B的曲线 例如说L是这样的 它的方向是这样 那我们加上这条曲线 加上这条曲线 那么就变成B的了 那么也就是说L它是一个开的 P dx加上Q dy 那我们再加上L1的负方向 因为它是从 它本身应该是从右边到 从左边到右边 但是它现在的方向是从右边到左边 那么然后P dx加上Q dy 这样就形成一个边界了 就等于在我们区域D上的积分 D偏Q偏X减去偏P偏Y 然后Dx dy 然后把这个移到右边去 所以这个L上的积分 P dx加上Q dy 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在D上的二重积分 偏Q偏X减去偏P偏Y Dx dy 然后再加上在L1上的P dx加上Q dy 那么这种方式 那么我们L1可能有很多种选法 那我们选的方式是 我们尽量选最简单的曲线 比如说直线 而最简单的直线里面就是平行的 或者垂直的直线 那么平行的就是Y等于常数 Y等于常数的话 Dy就等于0了 或者是垂直的曲线 那么垂直的曲线是X等于常数 那么Dx就等于0 那既然L是open的话 我们都可以用这个格林公式计算 那我们也就是说 可以说所有的曲线积分 我们差不多都可以用格林公式来算 那我们来看一下立体 我们计算 我们这样的一个曲线积分 这是B的 2x-y 加上4 Dx 再加上 这是5x 加上5y 5y 加上3x 5y-6 Dy 其中 L 是这个 是个三角形 它的顶点 顶点是0030和32 它的这个Orientated 它的定向是Counterclockwise Counterclockwise就是正向的嘛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PQPXY等于RX-Y加4 而QXY等于5Y加上3X-6 都是Smooth的 它都是Polylomium 都是Polylomium Polylomium它是无限时可微的 所以它一定是没有起点 在整个平面上没有起点 所以我们可以应用格林公式 直接计算 所以这个L上的PDX加上QDY 可以直接写成 这次在区域D上的积分 偏Q偏X-P偏Y 然后DXDY 然后这个D上面的积分 偏Q偏X就是3 偏P偏Y就是-1 所以3加1DXDY 所以是等于4倍的 我们D上的DXDY 但是我们知道 1的积分 这相当于是1的积分 1的积分直接就是 我们区域的面积 这是3、2 然后是 这是3、0、0、0 那么直接就是 那么这个区域的面积 底面积是3 高是2 所以是等于4乘上3乘上2 再除以2 所以是等于12 因为直接是面积嘛 1的积分就是面积 所以这个就简单了 因为这个倍极函数是 是1接连续口导 而曲线又是必曲线 所以它计算比较方便 那么第二种是 我们有起点的形式 那我们看一下有起点的 这个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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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D、R 这是L 那么F等于什么呢 等于负的Y、D、X F是负Y除以X平方加上Y平方 I再加上X除以X平方加上Y平方G AndL是什么呢 I need closed Curl 这是包含原点 这个就麻烦了 因为这个我们没办法 用这个直接去计算 因为我们连这个曲线长什么样 都因为长什么样都不可以 都不知道 因为它是任何 任何的一个B曲线 但是它包含了原点 但是我们知道原点 它函数在原点都没有定义 所以肯定不可以倒 所以它是原点是起点 我们知道F 是 discontinuous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只能应用第二种方法了 我们画一个小的圆 画一个小的圆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 我们consider D D是这一个是D D是inside L Outside Outside X square plus Y square equals A square 其中A small enough 足够小 such that X square plus Y square equals A square Lessing inside L 那么我们知道 这样的D 那我们 我们知道 应用格定公式我们刚才推导的 那么这个D上面的积分 偏Q偏X 减去偏P偏Y DX DY 再 我们把这个 这个寄作 L1 我们再加上 我们再加上 在L1上的积分 PDX 加上Q DY 这个是等于 L上的积分 PDX 加上Q DY Y 那我们来看 左边这两项 我们怎么样算 首先偏Q 偏X 它是等于 我们偏偏X Q是X 除以X平方加上Y平方 那么 就是X平方加Y平方的平方 用Q 分子的导数 是1 再乘上分母 减去分子乘上分母的导数 所以是等于 Y平方减X平方 除以X平方加Y平方的整个的平方 那么偏P偏Y 是偏偏Y 这是负的Y 除以X平方加Y平方 那么用Q X平方加Y平方的平方 分子的导数是-1 所以是负的X平方加Y平方 再减去分子乘上分母的导数是2Y 它也等于Y平方减X平方 除以X平方加Y平方的平方 所以我们在D上的积分 这是偏Q 偏X等于偏P偏Y 所以我们得到的 在D上面的积分 偏Q偏X 减去偏P偏Y DX DY 这是等于0 好 那么左边的第一项我们算出来了 那我们在L2上 L1 我们现在L1 我们是X平方加上Y平方等于A的平方 那我们这里我们只能应用 直接计算的方法 那么首先我们给它参数化 因为这是圆嘛 有标准的参数化方程 X等于A cosT Y等于A sinT 它是一个圆周 所以T是从0到2π 因为它是正向的 所以T是从0到2π 那么 在L1上面的P DX加上Q DY 那么变成T的积分 就是从0到2π P本身是-Y -Y 就是-A 3T 好 然后DX 是-A 3T DT 然后 Q 是X D Y 那么X 是A cosT DY 是A cosT DT 好 我们把DT写到外面 然后分母是X平方加V平方 正好就是A的平方 那我们写出来以后 这就是0到2π 分子正好是A A的平方 三一方T 再加上A的平方 cosT 分母是A的平方 所以分子就是A的平方 分母也是A的平方 所以就是 就是 积分出来就是2π 就是1的积分 所以它1的积分 积出来是T 所以我们得到不管 它是什么样 不管这个曲线是长什么样 负YD 加上X D Y 除以X平方 加Y平方 这个就等于2π 那这是有起点的方式 有起点的时候 我们用的方式 就直接应用格林公式 我们先把起点用一个小圆把它挖掉 好 好 我们再看第三种情况 如果它是一个开曲线的话 它是一个开曲线 我们 Evaluate 这个曲线积分 这个曲线积分 2xy的立方 -y平方cosx 这是Dx 加上1-2y3x 再加上3x平方y平方 Dy 其中L 是一个 parabola Rx等于π y平方 从哪个点呢 从0 0 到 2分之π 1 这一段 那我们看一下 它是这个样子 2 2 Rx等于π y平方 好 这个点是2分之π 1 这是0 对这样 它的方向是这个样子 那其实我们 其实说实话 有很多种方式 有很多种方式去计算 我们 因为我们添加辅助线 首先我们看 这个p q 都是 这个初等函数 都是初等函数 而且这几个函数 在整个平面上都是连续可导的 所以我们不用考虑 要绕开什么 我们 我们有几种 可以 那我们可以选很多种方法来算 我们 第一种方法 我们是把它 用这个方法来算 加起来 那么 这样就是一个逆时针方向 这就是一个顺势针方向 顺势针方向 但它是 它不是正向的 它是reverse reverse orientated 我们也可以选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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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就是正方向 那我们可以选 可以 可以用两种方式来算一下 用一种算了 我们就另外一种方向 你们自己算 我们用蓝色的这条线 这条线 我们这个叫做L1 这叫做L2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 L上的积分 再加上 L1 因为它是从 从右边到左边 所以它是负向的L1 当然你可以考虑 那我们 你说 我们先不指定方向 我们就说它是L1 也行 这个没关系 好 L1 再加上L2 上的积分 L1 这是等于我们 我们 D上的偏Q 偏X 加上 减去偏P 偏Y 好 DX DY 那我们考虑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先把右边算出来 先把右边算出来 那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把公式先推倒出来 就是L上的积分 是等于我们这个积分 偏Q 偏X 减去偏P 偏Y 好 DX DY 那么L1 L2 就选我们画出来的这个方向 那么就直接减嘛 L1 P DX 加上Q DY 再减去L2 这是P DX 加上Q DY 那么你直接看它的方向也行 那我们先看第一项 偏Q 偏X 减去偏P 偏Y 那么偏Q 偏X 这是 这是 后面这是偏Q 这是Q 偏Q偏X 那么就是 2 -2 Y cos X 再加上 6 X Y 平方 这是偏Q偏X 减去偏P 偏Y 那么就是6 X Y平方 减去2X 减去2Y 另外是 减去2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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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Y cos X 所以两个都一样 所以等于0 0 好 这个等于0 那么我们第一项等于0 那我们再看第二下 这个第一部分 那我们看第二部分 在O1上 O1它是平行的 我们水平线 那么就是 Y Y 是等于1 1 而X 是从 2分之π 因为我们说就是按照这个方向来 O1就按照这个方向来算 X 就是从2分之π 到0 所以O1上的积分 是等于 P DX 加上Q DY 因为Y是等于1 所以这个是 DY Y就等于0了 就是 X 是从2分之π 到0 所以P P是 2XY平方 减Y平方 那么 变成0 乘上DX 再加上0 DY NY等于0 DY等于0 就是减去 乘上 加上Q 乘上0 这积分等于0了 所以这个很好 很好算 因为Y Y不是等于常数 但是DY等于0 DY等于0 DY等于0 和 P P不等于0 那我们重新算一下 DY等于0 但是P Y是等于1 1 所以是2X 减上cos X 所以是2X 减上cos X 然后DX 我们把它换回来 上下线换回来 是从0到2 分之π 然后是cos x 减去2X 然后DX 算出来是3X 减X平方 从0到2分之π 2分之π 是1减去4分之π的平方 带0进去都是0 那么在L2上 是X等于0 Y呢 是从1到0 所以我们L2上的积分pDX加上QDY 然后X等于0的话DX等于0 所以只剩QDY QDY 然后Y是从1到0 Q Q是这一部分 然后X等于0 就直接 X等于0 那么那么只剩哪1 只剩一个DY 所以它是等于-1 那么我们 这个L上的积分pDX加上QDY 我们是等于负的L1上的积分 再减去L2上的积分 所以是 4分之π的平方 减1再加1 所以说等于4分之π的平方 好我们运用的是 运用的是这个公式 好等于4分之π的平方 我们用了这个公式来算 因为我们选的是一个是水平线 一个是垂直的线 水平的线 DY等于0 垂直的线 DX等于0 所以选出了这样的直线 它是比较方便的 好 那我们计算起来也比较容易 dXD 3分dXD 谢谢大家